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豆豆说电影 今天豆豆给大家带来一部超感人喜剧的电影 《开心鬼舞》 故事的一开始 小狮养着一只可爱的牧羊犬Magic 他们的感情十分的好 这次小狮要到出国 只好把Magic委托男友照看 阿姐表面很乐意 可是小狮一走 它马上招来一群猪朋狗友来家里做的 根本不管Magic 无人照看的Magic跑了出去 半夜 迷路的Magic跑到了开心鬼的神庙 看到风吹倒了蜡烛 声态着火 聪明的Magic跑上去 推倒花瓶 扑迷了火苗 开心鬼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可以实现Magic的一个愿望 没想到Magic的愿望是想做一次人 开心鬼没有办法 只好显明并用施法令 Magic变了人 但限期只有7749天 可变成人之后的Magic不会说人话 你把你的意志里集中 把心里想说的话用言语表达出来 动作习性还是和狗一样 开心鬼就教他怎样做人 怎么说话 并帮他找到了一份超时的工作 和他的同事看他老实 一会儿叫他搬这个 一会儿叫他搬那个 忙得福一乐福 一次员工们都透过他说 搬运玩可以任意吃东西 Magic拿了一个狗罐头和一些酸奶 坐在角落里再吃了起来 不到员工把老板叫来了 被骂了一顿 此时小狮回来了 跟男朋友要狗 可他也不知道狗哪里去了 另一方面 三个员工又想害Magic 并犯成了劫贼 把Magic五花大绑 就开始拿好酒好菜了 这时开心鬼出来 帮Magic解围 好好地修理了他们一番 并用法术把乱糟糟的超市 变回了原样 可这时Magic感觉做人好累 想做回狗 和开心鬼说玉皇大帝批准了 就必须要做满49天 这时小狮来到超市 看到Magic最喜欢的狗罐头 又是满满的回忆 Magic看到了小狮 就追了过去 不料主人的包被抢了 Magic分离地帮小狮 抢回了包 就这样结识了小狮 帮小狮抢包 而被老板吵犹豫了 小狮看见 就帮Magic找了个工作 就是宠物店做事 又有狗的经验 做这份工作 游人犹豫 摆上几天班 就加薪了 几天没换衣服 店主就让小狮 带Magic去买衣服 这下Magic好好地 享受了一下 做人的乐趣 不料吃饭时 小狮男友来了 就是一阵尴尬 接着小狮男友 带他们到网球场 一点也不会打的 Magic处于下风 在开心鬼的帮助下 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好好地把小狮男友 耍了一顿 因小狮和男友闹矛盾 小狮要求Magic 一起参加party party中 明明两个相爱的人 却利用外人来 互相刺激着 最后因男友 对别人的一吻 把小狮气得不行 喝醉的小狮说 我最喜欢狗 狗最忠心了 Magic感觉到 做人太不舒服了 尤其和小狮相处的感觉 更是令他兴奋 难道这就是 荷尔蒙发作吗 并请求开心鬼 要求多做一段时间的人 并对小狮动了心 而开心鬼的意思是 让Magic不要动心 因为动心的人 会喊着泪离开 开心鬼并要求 还剩下七天的Magic 做点善事 撮合他们 就算积德 最后一天 只剩下一个小时的Magic 对开心鬼说 还有一个礼物 要送给主人 此时小狮和男友 在银行遭到抢劫 Magic看见此事 飞奔而去 跑得比飞机还快 飞速来到现场 看到劫匪 就是凶猛地扑了过去 不料中枪了 还是拼命救下了小狮 抢救时 Magic变成了狗 此时知道了原来 Magic真的是它的宠物 小狮伤心欲绝 明白了一切 Magic也去投胎了 故事结束 狗是类最忠诚的朋友 请大家善待它们 好了 每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